肺炎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仰赖募集发票作为植物人服务经费的创世基金会 也因为民众消费少了发票 也减少捐赠发票的机会 因此到5月份以来 创世台东院发票捐赠量少了1万张 加上全部活动取消了 每个月收入短差了40万元 植物人的安养服务是面临了危机 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创世基金会 在疫情下也成了受灾户 捐款发票和物资捐赠都明显下滑 尤其是在中央发布全国进入三级警戒后 民众减少出门消费 捐赠发票的机会也大幅降低 光是今年1到5月 创世台东院募集到的发票 相比去年同期就少了1万张 因为有时候就方便 像Seven就直接存到会员里面去 就没有实体发票 发票的话 有时候看到一些路上的志工什么出来 要发票才会给 虽然去年疫情也开始 但是疫情的程度不太一样 那所以以今年来看的话 确实是少在1万张左右 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的口号 从民国82年发起至今 成为全民安心运动 如今安心发票受到新冠疫情所累 呈现瀑布式下滑 加上各项疫卖原油会活动取消 每个月收入短差40万元 院方忧心疫情持续拉长 植物人服务恐怕无以为继 整个收入来讲 发票其实也会占了大概三成 二到三成左右 我们利用一天十块钱 定期定额这一块来讲 也确实是大家可以好入手 那也可以做的一个公益这样 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 目前照顾50位植物人 每位植物人一个月 需要4到6万元的服务费 而目前只能依靠网络宣传 及小人募款 展现义无反顾的精神 持续守护植物人 介绍大家会台东市报道